好的 可以 现在还是可以的 我先去先搞点水过来 这个锅接点水 我这个壁炉 网上买的 配有烟通 这烟通总共50块钱 烟通大概是3米吧 我就把这个通到这个 窗户外面去 这个里面呢就 可以烧火了 把这个灰搞一下 它下面还有灰的挺好的 好嘞 先放一点这个菇芝 灰 放点叶 点盐它 放多一点吧 这个炉子大家猜多少钱 这个炉子总共145块钱 还是不错吧 把它点着了 把它点着了 要马上关上要不然里面有有烟 让它烧烧热的 往后再 把那小的树枝放进去 外面的鞭炮声都屁发拉响的 附近村庄里面的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买的鞭炮啊 不是说不能放烟发吗 三年火 还有过年的气氛啊 应该是点着了啊 应该是点着了啊 挺好的 有点气氛啊 有点气氛啊 还是点着了啊 点着了 还是有些烟跑出来啊 不行啊 那柴火放里面一点 应该准备要腌了 哇好暖啊 因为它腌了 那个腌通会把那个腌吸走了 等一下我把镜头抬过来 你们就可以看到 挺好玩的这个柴火炉 平时还可以烧点水 泡个脚啊什么东西的 外面也没什么烟啊 烧的蛮旺的 现在 好了我等一下把相机拿过来拍个 照给你们看一下哦 熊熊的大火 看到没有 哇 温暖吧 现在没烟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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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这个 柴往里面推一下 它就腌着不会往前面 这个这里应该 再搞低一点就更好了 现在又露了五分钟了啊 熊熊熊的大火 熊熊的大火 哎 又一年了 慢慢烧 嗯 放一个大柴一点 大一点的柴 我以前买过那种其他的炉子 要把那个柴砍得很小放进去很麻烦 这个不用这个人口开口很大还可以散热出来 你看 慢慢烧 慢慢烧 慢慢烧的话 室内应该感觉到有热量啊 像壁炉一样的感觉哦 好了 我现在暂停把视频喘一下先